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集我們會示範一下不同的泊式 我們熱身吧 要掌握使用腳泊 要數包括短距離的爆發力 中距離無氧速度耐力 和長距離的有氧耐力鍛鍊 樸泳姿勢要有效率 其中關鍵在於鞏固和發展核心肌群 有強健而敏捷柔軟的肢體 良好的有氧耐力基礎根底 加上適切的力量訓練 便能夠有效地拍動單泊 在水中極速前進 動作方面 室內比賽中完整的技術 包括由跳台起跳出發動作 泊泳前進 轉身 和衝刺四個部份 比賽方面 撲泳比賽共有水面撲泳 平氣撲泳 和水底氣泳三大類型 水面撲泳是最基本的撲泳 利用呼吸氣呼吸 賽程分為50、100、200、400、800和1500米 單撲比賽的時候 泳手會將雙手伸前、手掌膠疊 運用腰腹部擺動身體 像海豚般前進 雙泵比賽的時候 泳手雙腳都會穿上雙腳泵 雙腳交替踢水 雙手使用自由泳的手部動作 向前挖水 挺氣撲泳是指 不用任何呼吸裝備的潛泳方式 在下水前吸一口氣 暫停呼吸 在水下潛泳去到賽事結束後 回到水面 比賽形式是閉氣潛入水中 一口氣游泳全程 賽程50米 水底氣泳比賽賽程分為100、200和400米 比賽的時候 泳手會將雙手伸前 壓遲壓縮氧氣筒游泳 利用氧氣筒換氣 全程氧氣筒不能觸碰瓶 否則就會被取消支架 氣泳是潛水的基礎和必需技術 吸引了不少潛水愛好者參與賽事 在兩年多前 我跟了學校的泳隊 參加了撲泳推廣班 在暑假短短幾課 我已經開始培養了興趣 之後還加入了訓練 一位教練來到學校 擔任運動推廣主任 在學校宣傳撲泳這項運動 然後我就開始認識這項運動 然後產生興趣 之後就開始接觸這項撲泳 有人說姿態優美 但對我而言 我覺得是泳泳帶給我那種自由的感覺 穿上腳泳之後 我們可以游得更快 就像支箭一樣 在水中自由穿梭 泳泳可以用單泳和雙泳 令速度變快 增加運動的刺激性 另外,泳泳很有挑戰性 身體需要有良好的協調 才能做到優美的動作 莫過於是第一次出去比賽 在去年暑假 我去了吳州參加全國賽 在比賽中高手混雜 令我有了新的目標 就是以後我也要站在搬台上 我最深刻的經歷就是我去吳州比賽 可以跟那麼多高水平的選手一起比賽 然後去爭奪這個獎牌 是我刻苦努力的成果 也是推動我一直努力的動力 同時我也覺得自己 是很多記不如人的地方 藉著這次的比賽經驗 推動我去改進 浩泳是一項很浪費力氣的運動 所以自從我加入了訓練之後 我就變得越來越強壯 雖然訓練很辛苦 但同時也很開心 尤其是一天上課後 跳進水裡的一刻 所有煩惱都拋諸牢後 同時我也加強了我的堅定和意志力 有時訓練得很累的時候 我會很想放棄 全靠我的意志力去跟我說 只要堅持下去,我就會進步 浩泳對每一個動作的細節要求 都非常高 比賽的結果通常都在毫秒之間 動作一定要做得精準 才可以降低水 同時這也可以提升我 努力向上的心態 在每件事都做到精益求精 做好準備 希望看完這兩集後 大家除了加深對撲詠的認識 懂得欣賞撲詠外 亦會一起投入這項運動 如果想參與撲詠 或者進一步認識撲詠 歡迎大家瀏覽 康民署和中國香港潛水總會網頁 當中有不同的活動 歡迎大家參與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